台南市北區北中街 一處外籍移工聚會的場所 昨天晚間七點多 疑似使用瓦斯筒不慎 發生了氣爆意外 造成現場有八名參加聚會的 外籍移工受傷 所信都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還有待釐清 監視器畫面 平靜的社區 右上角的民賊突然發生氣爆 玻璃被證穗一地 眾人趕緊倉皇逃出 二十四日晚間七點多 這場氣爆意外來得太過突然 事發地點是外籍移工聚會的場所 消防人員貨爆抵達 已經沒有明顯的火光和煙霧 但是現場還聞得到濃濃瓦斯味 我們有聞到大量的瓦斯味道 受傷的八名移工分別受到二到三級收燙生 所信都意識清楚沒有生命危險 由於外洩的瓦斯桶接頭壞掉 瓦斯不斷溢出 消防人員持續灑水降低濃度 沒有再釀成憾事 氣爆後屋內一片凌亂 除了天花板掉下來廚房也燒得焦黑 但是根據現場移工說法 當時並沒有煮東西 因此詳細氣爆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溫正恆 朱鳳之無奇稱綜合報導 突破雙灘 thr Z сто